大家好 各位韭菜 各位难民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当然了 我的节目中 我的节目呢 现在我隆重的宣布 不欢迎一类的共产党员 不管你是中国共产党 还是日本共产党 还是法国 俄罗斯 捷克共产党 古巴共产党 我都不欢迎了 然后呢 你们都不要跟我联系 不要打我电话 不要发我邮箱 就是你们不要跟我联系就完事了 不要跟我联系 为什么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美国它的情报部门 是对每一个人进行监控的 因为它根据美国的爱国政法案 因为防止 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 就是搞 有没有搞恐怖袭击啊 对不对 所以 按照这个情况推理 就是 我 我的手机信箱 一切的通信设备 肯定是被美国某一个情报部门监控的 对不对 好的 因为再加上我是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个身份嘛 所以 任何一个党员 我现在又在美国 加州啊 你不要跟我联系 啊 我发出视频就澄清了 你不要跟我联系 我不会给你任何支柱 任何办法 不要支柱 我不会给你任何指导 说啊 大战啊 怎么办啊 怎么去美国啊 怎么办啊 怎么 你只要 你只要是共产党党员 你在我眼中 你们都是犯罪分子 你们就跟纳税党一样 纳税党只要你加入了 你就是罪犯 有有有好多 中国人讲啊 拼人吗 我加入共产党 我也没有干坏事啊 我没有去杀人放火 错 只要你拿加入的这个党 你就是罪犯 我问你 你加入黑社会是不是 犯罪犯罪组织 你或者说恐怖组织 是不是犯罪组织 好的 你加入了恐怖组织 是不是就是犯罪的 难道非要说你去杀人 那你才要犯罪吗 你只要加入了这个组织 你就是犯罪 你就是罪犯 知道 如果你跟这个组织 发生金钱来往 金钱的支持 那你就是帮助犯罪 就是 重犯了 我这么跟你说 美国对恐怖组织 它的打击程度 到什么程度啊 我就这么跟你说 如果你 留宿 就是 啥意思呢 租房子给恐怖分子 你啊 如果你租房子给恐怖分子 给钱给恐怖分子 或者恐怖组织 不知道 包括 哪怕是送饭 就是你跟这个恐怖组织 产生一点点的金钱联系 你都是重犯 你都是罪犯 即使是恐怖组织 逼着你要去干 你依然是罪犯 就比如说 恐怖组织拿枪 顶着你的头 说 给我们做饭 恐怖组织 他也要 恐怖组织 他也要吃饭 又犯罪 美国认为 他们都是犯犯罪 那你被迫做饭 你依然是有罪的 在美国 依然是要有罪的 就严重的话 那CIA直接抓起来 就直接就给你干死了 或者说 关到 关他到某监狱了 就是美国在这方面 手段相当残忍 具体的我就没有必要跟你细说了 自己上我茶 你就都懂了 所以我跟你讲 中国共产党 共产主义 纳税党 包括什么乱七八糟的党 就是犯罪组织 就是可怕的 就是我们要消灭他们的 对 我们就是要消灭他们 消灭他们 知道 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不管你 有人说 那我被迫加入 对不起 被迫加入也是敌人 对不起 就像当年 美国人在太平洋 战争在欧洲战场 杀德国兵 日本兵 那好多士兵也是被迫的 就是说德国人 日本人也是被迫加入军队 那没办法 那是没办法 你不要认为 你被迫加入这个组织 你就没有罪 这个组组织绑架了你 然后这个组织说 你去把那个人给杀了 你杀了 你说我被迫了 你依然是罪犯 因为你加入的这个组织 本身就是罪犯 明白 基本是封信的 基本我想都不要想 不要跟我联系啊 不要讨论 不要说 哎呀那我现在在美国怎么办啊 哎呀党员 这怎么弄啊 我以前的 我以前没有告诉美国政府啊 还跟我天理官吗 不要跟我联系 这些软件全部是美国情报部门监控的 你跟我联系啥天天啊 你要害我 你要找直奔律师楼 知道 这个我是懂 美国法律常识我还是懂 你找律师楼 律师 他们是专门给你做法律顾问 哪怕你是到外面杀人放火了 你依然有权利找律师吗 对不对 即使你是个罪犯 你是个恐怖分子 你依然可以有权利找律师吗 但你不要来找我 不要说 哎呀大声哪 我有个心事 这怎么办 这党政的吗 这还带在身上呢 这怎么办 不要找我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这个 我看啊 这个消息呢 已经传到国内了 传到中国那些微博微信里面了 我看 哎呀 好多人就睡不着了 基本上啊 不光光在中国的那些中国人睡不着 在美国的中国人 许多人也睡不着了 不管他有没有拿到身份呢 只要他在这个过程中撒谎了 许多人都睡不着了 许多人 许多人 玩完了 你们不是说了吗 你 这就还是重点 就是 美国要把大门关上了 你中国 你搞什么 改革开放啊 你说闭关锁国 放心 美国加速 美国任意闭关锁国 啊 你们就别来了 你们就都别来 别来 你们就在家里面待 以后的话 贪官那些叛逃啊 怎么 包括 许多官员要来美国啊 我估计也困难了 除非是 西岸投明 就像前几天 那个 李市长那种 直接就是公开反对共产党 除非是这种 那人家肯定是带来一些 情报了 跟美国进行交换 那是毫无疑问的 对不对 毕竟是中共的 高官嘛 你的小老百姓 你算老几啊 你天天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要不然你现在 跳楼死掉看看 看看这地球转不转 看看 你的同事该干嘛干嘛 我告诉你 你要死掉 你脑膊一开心 哎 正好 正好 这男人性能力不行 哎 再换一个男 对不对 你真一把 真以为自己重要了 哎 重要啥天天 你们哪 好之为之吧 你说退党 怎么退啊 中国共产党是你能退的吗 你怎么退这个党 就中国共产党 不是 不要说中国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 他好像只有开除出党吧 没有说自动退党的吧 你怎么你没法退 真的 而且这个很搞笑 有人说那我就自己默念 我要退党退党退党 那没用了 因为 我讲你跟这个政党产生力主关系 是你们要宣示的嘛 然后他发给你党政 那么呢 你如果退党了 那么你必然要 跟你的党联系 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党支部 就是你要反馈信息 告诉你的党 说我要脱离你了 我要退掉你了 对不对 然后他知道了 OK 我们行了 你不能说自己在家里面 讲我退党退党退党 那有啥用啊 你想想 就像结婚了呢 或者说离婚 你不能说一个人自己在家 我要离婚 我要离婚 你必须要跟你老婆讲 我们要离婚 然后你老婆知道了 再去法庭 一弄 对不对 你不能说一个人自己在家 我说我要退党 我要退党 然后跟美国移民局讲 我已经退党了 美国移民局一想 你退党证明了 然后你拿上纸 自己印了 说我已经退党 那不神经病骗鬼的吗 你啊 你要让你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 知道你退党了 因为你是加入了这个政党 你退出来 当然要告诉他 那你敢告诉吗 你中国 你都帮小老百姓 那些党员 你敢吗 你就是 你就是共产党的走狗吗 说白了 对不对 你就是重犯嘛 共犯嘛 因为你是给这个独裁机器干活的嘛 那你就是罪犯 没什么好处的 对不对 你加入党员 为什么 你有好处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加入党员呀 有好处 这好处不就是压迫人民独裁 才有的好处吗 既然你享受了好处 那你就要承担代价 对不对 基本完完 基本完完 不要联系我 当然你可以找律师楼啊 律师楼该怎么个 因为律师楼人家赚钱了 准备好钱 什么口袋里面 看看银行卡 多少数字啊 钱嘛 说在美国这个法治国家 你要有钱的话 找律师还是 我认为还是 可能有机会的 还是有机会的 但你没钱 那你就 拜拜吧 拜拜 记住了 不要联系我 我是说认真的 就是说我的所有软件 包括电话 肯定是被美国情报部门 就说 就是审查了 这是毫无疑问了 因为我属于那个 政治 从事政治运动的人 明白 不要联系我 我告诉你 你们这个党 就是犯罪组织 你们都是罪犯 如果我帮助了你们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就是重犯 你们就是罪犯 你们就要得到法律的审判 就像纳粹党 每一个党员都是罪犯 即使他活到了九十几岁 美国有一个嘛 纳粹党员嘛 德国的 当时他是给集中营开门的 那个时候他还很小 才十几岁 到今天九十几岁 被美国遣返 遣返回到德国审判 他都快要死了 九十几岁了 还在德国审判 为什么 你一天加入共产党 你就是共产党 你一天加入纳粹党 你就是纳粹党 你一天是罪犯 你一辈子就是罪犯 明白 拜拜